美国众议院78位议员 17号联名致函国务卿庞皮佑 要将沿用40年的 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今天另一位罗志正 询问外交部队此时的态度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在进行中的这些案子 有它的敏感性 所以是有进行中 有进行中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不再那么敏感了 黑暗地叫什么 美国在台协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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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还是台北 在台湾 台湾啊 所以有些东西坦白讲 我们外交部有说可以再大胆一点点 罗志正也指出 目前除了驻邦交国外馆名称用台湾 其他的还是以台北作为使用名称 这100多个馆处 的确有这个目标 希望有机会改成台湾 这个一定要实际成熟啊 但是有这样的努力的目标吧 有的 跟方向是有的 没错吧 OK那很好 因为我不认为说 今天这很多东西 100多个馆处 一个都改不了 捐银容新 HAPPY报道 和他外交上的意义